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 今天呢 我们来到枇杷这边 枇杷这边已假期好几个月了 也没见它怎么长 所以把这个系掉 就是我们都是这种枝杆 这里挖桩接法 就是一条枝杆上来 然后我们把它挖到三角形这里 然后在那里接 然后现在长不起来 把它记掉 如果以后你们采用这种接法的话 如果它活了 两三个月就要把它记掉了 我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是一月份假期了 现在是七月份了 已经过去六个月了 所以两三个月就可以把它记掉了 就是重活之后两三个月 好 这是一个叫顺来的 要不它长不起来啊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了 龙眼荔枝的话也是这样的 只要你果树是采用这种接法的 都可以这样 就是这种好几桌采用这样的都是长不起来 然后我现在在这棵树上面发现了一个鸟窝 就是顶上这里 有个鸟窝 我爬上去看了 里面有三三个蛋 红色的 有点花 花绿花绿的 等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三个蛋 然后我就叫它没记这一棵树 让小鸟窝画出来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